台中市政府继去年推出台中学系列丛书颇受好评之后 市逢今年是台中车站第二代站体以及第二市场启用百年 因此市府市再度推出了台中学第二级系列 包含了台中火车站、第二市场、中央书局等五个主题 预计在月底出版 这天特别选在台中火车站举办新书发表会 希望民众透过文字更加了解台中的历史文化 青年高中的学生以第二市场为主题 重新演绎旧日时光 即去年市府推出台中学系列丛书受到广大回响 今年再推出第二级系列 主题包含台中火车站、第二市场、天外天剧场等五大主题 预计11月底出版 我们再加上去年的五本 这样就有十本越来越丰富 我们也在台中的所有各区的图书馆 还有一些政府机关来呈现台中学的专柜 那么走过百年的历史风华 在这个时刻对台中来讲 正是纯旧立新的一个时空坐标 适逢今年是台中车站第二代站体 以及第二市场启用百年 市府推出台中学第二集 跳脱过去旅游导览的形式 敢用口语式书写来呈现 这天记者会除了特别选在台中火车站举行 多位作者也应邀出席 我们在迈向的这个前瞻的这个创意的这个同时 那我们也能够保存了我们的历史记忆的这个怀旧 两者之间的话其实可以啊 这个交官护允 那这个车站旧站呢 到今年是一百年 我们要把它保留下来 而且有了新站 也就是高价化之后的大车站 那纯旧立新 而且因为铁路高价化 我们打通了战前战后 那把整个过去旧的台中城的这个生活圈啊 可以说都重新的把它发展起来 文化局表示台中学第二集 缔造五个百年历史风华 包含第二市场是日治时期 第一个五星集市场 天外天剧场 曾是全台规模第一的民营剧院等 希望民众透过文字 更了解台中的历史文化 记得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导